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欢迎 也非常感谢今晚 艾斯万给了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这个Zoom这边 可以与大家见面 好久没有上Zoom了 对的 今晚我是其中一位 中医中药保健顾问 我定居在新加坡 让我开我的share屏幕 让你们看一下 请给我一分钟 好的 大家看到 非常感谢艾斯万给我这个机会 今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今晚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也感谢于教授给我这个机会 在9月份的时候 我成功努力的获得两张飞机票去内蒙古玩 而去到内蒙古呢 亲眼目睹 看到沙吉 我读了中医中药 这么多年 也去了北京 中药学 但是当我在2019年 我的好朋友领袖 Vivi寄了一瓶 地址 曼娜 跟这个 礼服给我 当我收到的时候 我看到沙吉 我就很奇怪 什么是沙吉 查了一些资料 知道沙吉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 什么是沙吉合格的中医师 合格的读了五年 中药吗 好伤心 我就打了电话给老师 也打了电话给同学 问他们 我是不是上课打瞌睡的 为什么没有 对沙吉完全没印象 他们说没有 因为沙吉不是我们的常用药 什么叫常用药呢 就是药材店我们买不到的 所以一般上药材店很难买 而我们老师就 不提这些药 因为提了我们也不懂 所以也不提 当我见到医教授 我跟医教授说的时候 医教授跟我讲 不是你不懂 我也不懂什么是沙吉 以前 那很开心 在9月份的时候 去了内蒙古 亲眼目睹 看到野生的沙吉 那还没有去之前 我上网查了很多很多 关于沙吉的资料 哪一个国家都有在 有种植沙吉的 那去到内蒙古 看到 艾森湾 以航人的沙吉 的的确确的是野生有机沙吉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因为如果是人栽培的 沙吉是非常大力的 可以讲 甚至可以大到像我的手指这么大力 但 洋人的野生沙吉 亲眼看了 真的很小力 比狗举止还小 但很多人说很酸 可能我喜欢酸 我也不觉得它酸 觉得很新鲜 很兴奋 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沙吉 也去了 以航人 去看了 的的确确 有这么多的沙吉 可以看到在我的老公的后面 这个就是储藏 冷藏储藏 沙吉果的储藏房 到了10月15号 飞向海南岛 亲眼目睹 我们的爱生湾在海南岛 开幕了 很荣幸的 我在现场 很荣幸的 可以亲眼看到 艾生湾在海南岛 终于开幕了 那在那里 也看到 宇教授的大爱 大爱 这个是宇教授亲自 要人写 放在大门的 他对我们的爱 真的是 很感激 在右手边 看到这间房间 他特地为了我们 海外的伙伴们 家人们 安排的这间房间 让我们去到海南岛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 招待我们的贵宾 而当天我们也在 海南岛爱生湾的 公司里上了非常非常好的 一堂课 大家都在来 很认真的上课 大家也成功了 亲手拿到 于教授 办法的证书 他亲手签名 也以他的 于宝国亲民 来办法这一份 大家都领取的 这一份表扬 非常感激 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在这一个开幕典礼的午餐 在右边这一整桌 这一些都不是非一半的人 他们都是不是一半的人 他们是非一半的人 让我很惊喜 很大开眼见 这一群都是海南岛的官方部门 他们来欢迎我们国外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伙伴到海南岛 而在那一天我听到了一样东西 就是让我很惊讶的 这是第一次也是首次他们办法了十多项的批准 十多个产品 一次过批准 在海南岛是从没发生过也从没有过的 而在当天让我学习了一样东西 为什么他们会办法这一个证书给爱生腕这个保健品 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认同了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健品 它已经确认了可以帮我们修复细胞再生细胞 它比保健的超越了 还有当天我也听到很多很多关于 我不讲这么详细 等一下让别人来分享 很多临床的见证 为什么能够达到修复和再生细胞 所以爱生腕的产品真的不是一般的保健品 所以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荣幸和荣耀 我在爱生腕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好的一个非一般的保健品 海南岛我在十多年前有去过的 这一次我再一次回去海南岛让我很惊讶 我本来要找十多年前去过海南岛的照片太久了 真的找不出来 为什么我想 因为以前的海南岛跟经历的海南岛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证明了中国发展的非常非常好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而在这里我也要非常感谢余董跟小燕 她都是我们的爱生腕的干部 她们非常非常好的 只要你有求于她们 她们不会跟你say no 她们很乐意的帮你解决我们任何一个问题 非常感动 因为我在那边为了想要做一些东西 她们两位都很关怀很热心的来协助我帮助我 亲自带我去这边带我去那边去处理我的东西 非常非常感恩 而在这个海南岛的行程 我也认识了好几位海南岛的人 她们是非常非常热情的海南岛人 所以好像杨董是银行的总裁 还有这几位的海南人 她们都非常非常热情的 可以让我感觉到在那边让我学习到什么呢 学会了她们什么叫做可以给我微信扫码吗 我每扫一个 每跟她们微信一个呢 我就会跟她们自拍 因为我要记得她们的样子 然后在这里呢 我也要非常感谢这两位爱声万的姐 各姐们 OK 各比我大 OK 一位是群姨 要跟她讲一声对不起 因为当天在午餐的时候 我因为太过紧张 也太过细心去听每一位分享者 在台上分享的每一样东西 因为他们的分享非常非常精彩 我不想错过 我虽然是状态 但是当天非常多人 我就不好意思的跟群姨讲 因为她的电话一直响 我就跟她讲 今生太紧张了 那我的微微姐就跟我讲 你那也可以这样子跟她讲 我太紧张了 对不起 群姨 然后还有这位大敏呢 非常感谢 因为我要赶坐下飞机要转机 我坐在她跟她坐在前排 她把她的前面一个位置让了给我坐 非常感谢 在这个旅程 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因为这个海南岛跟内蒙古 让我们爱生万的兄弟姐妹们 更深入的认识大家 让我们更深一层的 可以交流 以我们怎么配合一起 踏进中国市场 然后在这里呢 我要感谢海南岛这一群 我们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我要感谢你们呢 这个是我的真心话 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我那一天当日 一日游那一天 因为某种原因 银行的事情 我要突然间离开 然后又因为某一件事情 我不能够回去酒店打滴了 回不了酒店 因为我去的地址是去错的 拿了银行卡 不是银行卡 酒店的卡 酒店的卡里面有很多个地址 那个事情不懂是哪一个地址 是我们住的酒店 我就没办法一定要叫她回去 她去我的地方 我只好打开导游跟导游说 你 你一定要等我 我两头不到暗了 所以 你们等着我很长的时间 让我的心里很超级 我也很感激我的 VV 领导 因为在这个路程 我的心里有点不安 也有点内疚 因为一直要你们等我 那又塞车 那我这个VV领导 他非常非常的关心我 他一直WhatsApp我 一直打给我 一直跟我讲 你在哪里啦 你一直跟我开玩笑 你再不回来 你要请吃炒一份了 由一包到三十一包 我知道他很担心我 非常非常感激他 在这里也非常感激你们每一位 那 爱什么 这个不是我的梦 梦 我的梦不是未来 我的梦 不是一个梦 我要非常非常感谢余教授 特地为我们安排了这两个旅程 在内蒙古 我跟Alvin 市场总监一起喝了咖啡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这一次来内蒙古 为什么没有安排课程 非常感谢Alvin总监 他记得我问这句话 所以在海南岛 他特地 安排了非常非常好的课程 让我学会了很多很多东西 也记得余教授所说的 我说过的话我会承诺 的确 我看到了余教授承诺的 在海南岛正式开幕了 爱生万 也看到 各部门的 官员来到祝贺 欢迎我们 感到非常非常荣幸 这次 没有来错 也没有 进入错 爱生万 非常感谢 而在那一年呢 我认识了中国的领袖 美侠姐 他送了我一件 爱生万的T恤 我非常感谢他 他也送了他整个团队 这个T恤 太棒了 让我在这里学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学会了要怎么做好一个领袖 要成功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要怎么带好一个团队 这两个旅程让我学的很多 在海南岛我学到了 要我的领队成功 首先 我一定要 让我的领队 要健康的得健康 要成功的得成功 我们的梦 你们的梦 是我的梦 你们的目标也是我的目标 我们一起 去成功我们的梦想 我的分享 道之你 我们的梦想